或问 或者有人问 若人 犯无逆罪 而不诽谤正法 观景为可往生 前面呢 我们学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很重要 对我们念佛 求生进度 关系很大 或者有人提出这么个问题 这个人犯无逆罪 无逆 完全违背了信德 国报 决定在无间地狱 无种种罪 越失望后 越重 第一个杀父 比杀父重的是杀母 比杀母亲重的是杀阿罗汉 阿罗汉是老四 好的老四 你害了他 让多少人的发生灰灭 跟着断了 所以这个罪啊 比杀父母还重 那么第四个 更重的 就是出佛身血 也就是想杀父 佛的佛报答 护发神度 没有人能够杀父的 但是让佛身上出血 受伤 这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种罪的时候 比杀阿罗汉最重 最重的呢 就是佛活和神团 四个人以上 在一起共修 能够遵守六合径 这个团体 是天人最尊敬的 因为他们 确实可以成圣成仙 成菩萨成佛 你把他这个团体破坏 让佛法不能常住在世间 这是最重的最苦 万有比这个更重的了 那么造了无虐罪 这个人没有毁谤佛法 能不能往生 观无良寿经上说的 他可以往生 真正 觉悟回头 忏悔 幸运持明 也能往生 这才显示出 尽宗的书神 尽宗的不可思议 慈悲到极处啊 观经这么说的 若有一人 但毁谤正法 而不犯无虐 可往生服 能不能往生 往生论 上君 有解答 但令 毁谤正法 虽 更无余罪 彼 不得生 何以 延迟 精云 无虐罪人 躲阿比大地狱 仅 仅 百千 阿比大地狱 佛 不计得出 十节 以 毁谤正法 罪 集中 故 网生论 诸 是坦乱法 斯的 作品 这是 尽宗 大特 不知道 古德 为什么没有 把它 排列在 祖师的位置上 这是 讲不过去的 坦乱各道主 确实 是 金宗的 祖师 一代的 祖师大特 这两个人 应当要 补进去 现在 金宗 十四代 那么 再补两个 就是 十五代 跟十六代 那 金宗 有十六位 祖师 他们的话 是可以相信的 为什么 这些祖师 都是 德 念 佛 三倍 而且 都市 正念叨了 李一心 不乱 虽然 一门深入 一举谜头 一身 不拐弯 这些人 这些人 真正 通宗 通教 斜密 怜密 愿容 那 他无所不知 为我们实现 也门深入 常识 寻修 给女佛人 做好样子 阿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